在荃灣西美出現之前 九十年代中落成的御境新城 就已經打響名堂了 當時要是講實際要是要抵住 御境新城就是這樣 以不敗姿態押納在荃灣 介紹一下 屋苑分三期發展的御境新城 有十二座接近三千三百六十個單位 全部都是圍著內圓而建 兩房戶大約佔四成一律鑽石廳 三房就佔六成 有鑽石廳和鋁字廳兩種 扣除窗台 單位實用率差不多有八成 屬於實用率高上青屋苑 當年開售時 標榜至設十八萬呎平台瀑布花園 營造城市綠洲環境 而會所提供游戲室、泳池、健身室 到今天依然是賣點來的 景觀方面 以望內圓或大霧山山景較為優質 預警新城位置看下這麽近那麽遠 不過搭港鐵始終都是駐客首選 驚行人天橋前往港鐵荃灣站 報程大約十分鐘 不怕日曬雨淋 還全天候冷氣開放 所以很多住客都不介意走多兩步 而屋苑附近本身有巴士站 穿梭九龍、新界西和機場 對住客來說 交通配套都頗靈活 預警新城三層高的基座商場 尖地超過六十萬平方尺 現在商場翻新之後 已經改名為D Park 以全新主題 佈置成兒童多元智能學習樂園 成為新界西首個地標式親子商場 吸引不少屯門、元朗、天水為家長 特意帶小朋友來到這裏放電 有這麽大的商場 自然有這麽大的停車場 預警新城提供近千個車位 全灣區來說 極之罕有 贏了全區 和小朋友放完電都要回一回氣 這個時候當然要找地方醫肚 有什麽心水? 不如直接去荃灣這個新界西 美食天堂兜個圈 好似路德維 本身出名多街方式茶記 竹粉麵飯又有小區風味 現在還有新式小店進駐 開到整條街都是 要你選早5晚餐 吃哪間都頭癢 我還幫你查多樣 預警新城屬於62小學校網 出名受歡迎的包括 臺灣 Pok shows 掌線Trax 東中大學 ca use ��そして 食べ掌邊 野 productive 世人生 海外東中東 WHO 海外東小學 全貽藝 화外東小學 好像有 全灣官立中學 可峰中學 全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保安商會黃少青中學 等了那麼久給你們一個提示吧 2016年下半年 全灣西站五區和六區 將會有三個全新樓盤推出 預計提供4300多個單位 是全城鐵路盤焦點之一 真是要拭目以待了 今次介紹了那麼多 如果你都想下區找順盤的話 立即聯絡以下分行 我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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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要拭目以待